国开发的燃料电池产品和技术受到了国际的瞩目 成功出口到泰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多个欧洲国家 一起随记者郑景祥到一些机构去了解他们在推广捷径能源方面的成果 只要装上这个燃料电池 玩具车就可以快速地跑动了 虽然生产成本比太阳能高 但它能补充太阳能在晚上发电的不足 而且太阳能在电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氢气 就是燃料电池所需的燃料彼此相辅相成 因此渐渐受到国际市场的注意 在新加坡的需求不大 所有的开发的产品全部是运输到别的国外去 例如好像泰国他们用我们开发的3000瓦的 然后电池去驱动它的电子自行车 像这台3000瓦燃料电池就可以提供一个普通家庭所需的电力 除了发电功能它还可以衍生出其他周边产品 这是一部充电器的雏形 只要导入少量的酒精 就可以马上为手机MP3甚至是笔记型电脑充电 一些政府机构如建设局也推出绿色建筑标志计划 奖励发展商建造环保建筑 大概有30多项的这个建筑已经达到这个标签 那么在这个30多项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呢 5个建筑物里面有一个都是有采纳这个捷径能源 这比起以前连一个都没有的情况进步许多 建设局也出版建筑设计指南 分享各种环保建筑科技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